本命数字一毫加九毫组成一毫数字的金型人 是一位个性坚强独立 此时认真 有原则和追求高人一等成就的人 为什么在命运的道路中 会面对重重的困难和障碍呢 一号是中数字的开始 数字本身潜在的信息 代表自唯一和独一无疑 含义中呈现自大令和孤独的信息 隐藏自自我的含义 所以根据行为学的原理分析 由于一号数字里面 呈现大令和孤独的信息 同时又潜畅自我的含义 所以对应在人的个性行为的分析 正面代表自领导和独立 而负面代表自固执和自我 因此一位拥有独立个性 领导才能的人 性格自然就会比较固执和自我 而在领导独立固执以自我的个性当中 隐藏自沉降和坚硬的行为模式 然而在大自然中金元素 同样在组成的过程中 亦隐藏自沉降和坚硬的形式 所以一号在行为学中 恶行的含义代表自金元素 因此本命数字属于一号的金型人 正面的个性 坚强独立和拥有领导的才能 处时认真有原则 同时喜欢追求高人一等的成就 愿意负面的个性 好强固执受冤不受硬 经常口词心非 由于个性好强 又喜欢追求高人一等的成就 所以有时候在人事上 与人争辩的时候 往往明知道是自己的错 也会和对方说到底 尤其是本命数字 是由一号二上九号 所组成一号数字的金型人 在行为学中 一号代表自自恶 九号代表自成功 所以根据UF五行 计算方式的分析 在一号对应九号的情况下 表示此人的大陆感很强 此时又愿见 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 并具备出色的策划能力 愿意一号以潜传至成功 含义的九号相结合之下 表明了此人对成功的强烈渴望 因此在命运的走向中 由于处事带自急以求成的心态 导致经常面对问题的时候 揭霍内心 往往会忽略了当中的细节 以身边人的感受 从而无法顺利地 完成计划 最终失去信心 进而错失了许多宝贵的良机 个性喜欢将所有事情 都承担在自己的身上 因而往往会令身边的人 误解他一位爱面子 和喜欢请英雄的人 从而令命运走向 面对重重的困难 与障碍的人生状况 由于一号人的个性好强 追求高人一等的成就 所以在命运的道路 要介意本命一号 负面固执又挖强的个性 进而活得顺利的人生 和高人一等的成就 就要学习谦虚 时事警惕自己 当二人相处的时候 凡事多为他人着想 要懂得尊重他人的感受与观点 倾听他人的意见和看法 同时吸以适量的赞美和认可 进而建立和睦的人制关系 令命运走向坦途的人生 从而活得高人一等的成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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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